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叫做 《看見就是相信》 《全心節》是在約翰福音9章25節 經常記著說 有一件事我知道 從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見了 今天的訊息是 我會告訴其他人 耶穌為我做了些什麼 你有沒有試過一覺醒來之後 房間黑蒙蒙的 什麼都看不到 甚至乎你伸手不見五指 如果四周都黑到這樣 你會怎麼辦 你會不會很害怕 這個就是盲了的感覺 有一個盲人 他坐在路邊黑食 他天生就是盲 沒辦法做事來養活自己 有時候他會很傲老 為何我天生就是盲 他以為是父母的罪 當時的人 相信患病 失明 或者健康出現問題 都是因為那個人犯了罪 他聽見有一群人 走近他身邊 他就馬上大叫 撕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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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一下我這個盲人 他聽見有人問 是誰犯了罪 是他 還是他爸爸媽媽 為何他天生就是盲 這個盲人豎起耳朵 他也很想聽到答案 不是這個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上帝的命 因著這個人而得到讚美 然後這個盲人 感覺到有人 把泥塗在他的眼上 耶穌用很溫柔的聲音 跟他說 你去西羅雅池洗一洗你的眼 他聽從耶穌的吩咐 有個人帶了他去西羅雅池 他洗乾淨了眼睛上面的泥巴 哇!陽光好似眼 他見到人 這個世界原來是彩色的 當人問他 你是為何去看東西的 他就告訴他們 是耶穌醫治了他 耶穌在安息日 醫治了這個盲人 有些人聽到就不舒服了 這些宗教領袖 說耶穌不守安息日 也有人說耶穌是罪人 他不可能令到失明的人看回事 他們想試圖去說這件事是假的 但是這位天生就失明的人 就來跟他們說 有一件事我知道的 就是以前我是盲的 但現在我看回事了 如果耶穌不是由上帝到來的 他絕對不可能令一個天生就失明的人看回事 這些宗教領袖很生氣這位得到醫治的人 他們認為他天生就是盲 是因為他是罪人 他們不想這個人跟其他人說 耶穌為他成就的事 他們把這位原本是失明的人 趕出去會堂 耶穌聽了這件事後就去找他 當耶穌找到他的時候 他說 你願不願意相信上帝的兒子 這個人就問了 主呀 哪一個是上帝的兒子 耶穌說 你已經見到他了 現在跟你在說話的就是他了 那個人說 主呀 我相信 然後他跪下敬拜耶穌 耶穌跟他說 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 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 能看見的反核了眼 這位天生就盲的人 向人分享了耶穌為他所做的一切 他甚至跟那些不愛耶穌的人都分享 你有沒有跟別人分享過耶穌為你做的一切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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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